好我想问你来英国这边待了多久了 第四年了 我有三年了 五年左右 我来英国四年了 一年 七八个月吧 一年多 一年多吧 给正在打包行李的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 就选一样 必须要带来英国的东西为选手 护照可以吗 拨呀啥的 就洗脸巾 可能国内多带一点过来吧 这边质量不太好 那刚刚你朋友说必须要带过来 同意吗 同意同意 仿生嘛 仿生嘛 不过这块有嘛 对呀 所以就阿摩泽人就有 所以也不一定要从国内带嘛 那洗脸巾的话呢 洗脸巾啊 我不怎么保养 没这么精致 你想推荐什么 药品 就是药吧 还是感冒药吧 对 药也挺 就吹烧药啥的 我刚过来的时候 我爸也是给我带了很多药 但一点都没有用到 生活类的 插头 就换英国的插头 因为跟中国不一样 中华潮都可以带一个 可以带两个 但英国也有卖的 但国内质量好一点 我觉得电子产品 我觉得这边电子产品卖的比较贵 好像这边电子产品比国内要贵一点 电脑啊 手机啊 耳机啊 什么 都在国内买 因为这边卖比较贵 数据线吧 我已经坏了三四根了 这边什么都有卖的 就是带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吧 如果你是养生的话 一定要带豆浆机 因为我在这边 二手也很难收 在英国当地买的话 网上买也很难买 价格非常贵 感谢观看